中亚国家哈萨克动乱 俄罗斯媒体引述当地新闻报道 维安部队已经在最大的城市阿拉木图实施清场 这场暴动已经造成数十人死亡 有七百多人受伤 超过两千人被捕 哈萨克警方表示除了示威者之外 还有18名的维安部队成员被杀害 至于俄罗斯所主导的军事联盟 也公布了维和部队出动的画面 预计会在哈萨克停留数日 甚至到数个星期 目前还无法得知 在当地进行清场的是 俄罗斯派出的军事联盟成员 还是哈萨克当地的军警